听百遍不如,说一遍 欢迎来到轻松有趣的法语学习频道 彭宝白小课,我是彭宝老师 前三节课咱们学到了打招呼 自我介绍和询问他人姓名的一些方式 那今天我们把它们带到课文里面 来看一看在情景对话当中 该如何运用这些表达呢 咱们今天总共有四个小对话 那我们边听边复述 听听哪些是你学过的剧情 来,咱们先来听第一段的第一句 先是您好,请接着 那你听听,她叫什么名字 这是她的全名 那接下来她要介绍她身边的妻子了 你猜猜哪个词表示妻子 Alice是人名,那她前面的这部分铁定就是妻子了吧 My femme,我的妻子 Voici,这是 一个连词,相当于英语当中的end 你不用管她 Voici, ma femme, Alice 这就是我的妻子Alice 好,接下来往后听 Bonjour, madame Bonjour, madame 打个招呼,女士您好 好,那接下来你完整听一遍第一段 这一遍确保自己能听懂 每一句打招呼的方式 以及询问对方姓名的方式 来,你听 Bonjour, monsieur Vo vous appelez Doucet, Yves Doucet Et voici ma femme, Alice Bonjour, madame 好,接下来听第二段的第一句 Bonjour Bonjour,还在打招呼呢 接下来 Je suis Alice Doucet Je suis Alice Doucet 在桌子我介绍 我是 Alice Doucet Ting接着 Vous êtes madame Falco ? Vous êtes madame Falco ? Vous êtes madame Falco ? 您是 Falco女士吗 ? 听她回答 Bonjour Bonjour,还是先打招呼 然后呢 Oui, je m'appelle Nicole Falco Oui, je m'appelle Nicole Falco Oui,是的 Je m'appelle Nicole Falco 我叫Nicole Falco Oui, je m'appelle Nicole Falco 说完自己 她要介绍她的丈夫了 那你猜猜下面哪个词是丈夫 Aldo, mon mari Aldo, mon mari Aldo, mon mari 没错 后面的Marie就是丈夫 Mon mari,我的丈夫 名字叫Aldo 对方怎么说 Arn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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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就是对于上面的Aldo 这个名字没听清 然后用自己理解的方式 又说了一遍 Arnaud 那这个理解方式肯定不对 所以否定回答 怎么说 Non, Aldo Non, Aldo 不是 她叫Aldo 句子说完整 她叫Aldo Il s'appelle Aldo Il s'appelle Aldo Il s'appelle Aldo 好 那再来听一遍第二段 这一遍你确保自己要能听懂 Je suis和Je m'appelle 这两个字我介绍的句型 来,你听 来,你听 Bonjour Je suis Alice Doucet Vous êtes Madame Falco Bonjour Wui, je m'appelle Nicole Falco Aldo, mon mari Arnaud Non, Aldo Il s'appelle Aldo 好,接着来第三段 Qui es Qui es 来问这是谁 怎么回答呢 其实这是上一节课的一个作业 很多人告诉我用C来回答 那你来听一听 是不是正确答案 C'est Aldo Aldo Falco 没错 C'est Aldo Aldo Falco C'est后面加名字 这是Aldo 全名 Aldo Falco 紧接着 Aldo Il est Italien Aldo Il est Italien 这里面的关键词 Italien 我们来多读两遍 Italien Italien Italida Italida Il est Italien 它是Italida吗 那你听他怎么回答 是 还是不是 Wui Et elle C'est Nicole Wui Et elle C'est Nicole Wui 是的 她是一代理人 Et elle C'est Nicole 仍然是C句型加了一个名字 这是 Nickel 她是男的女的 通过这儿就看得出来了 L 女生的 她 Et elle C'est Nicole 她 就是 Nickel 她是哪儿人呢 再来听 Ele est Francaise Ele est Francaise 她是法国人 好 那么我们完整来听一遍 第三段 这边确保自己能听懂 这是谁 以及回答的方式 来 你听 Qui es C'est Aldo Aldo Falco Aldo Il est Italien Oui Et elle C'est Nicole Ele est Francaise 好 最后再来听 第四段 Tu t'appelles Giacomo Tu t'appelles Giacomo Tu t'appelles Giacomo 听起来挺陌生 但是我给你写出来 应该就明白了 Abbela 称呼 叫 Du 你 你叫 这里还是个感叹号 为什么这么感叹呢 说 Tu es Italien Tu es Italien Due es Italien 你是意大利人 Due es Italien 回答 Wi wii Je suis Italien 回答特别肯定 Wi wii Je suis Italien 是的 我是意大利人 来 完整听一遍 这边确保能听懂 介绍自己国籍的这一部分 来 你听 Tu t'appelles Giacomo Tu es Italien Wi wii Je suis Italien 好了 课文已经理解完了 那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下课 研究语法 背诵单词 都不是 你得张开嘴读 大声的读 反复的读 模仿跟读 对法语学习来说 你才刚刚入门 就相当于幼儿园的小朋友 话还没说利索呢 研究什么语法 也扩充什么词汇呀 有什么词语学 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哈 那些只顾着学语法 背单词的同学 到最后都学成了哑巴法语 但我觉得你肯定不一样 你是个明白人 你知道语言这个东西 是为了沟通交流的 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脱口而出的是完整的句子呀 不是蹦词 不是拼语法呢 所以你回头再想一想 课文里面的这些实用的句子 你学完了 你该干什么了 读课文 乖 来吧 今天的作业 疯狂朗读 不仅要求你要清晰大声的朗读 而且一定要用耳朵去听 听一听那个原声示范到底是怎么读的 包括语音语调 断句 中毒 情感 等等这些全方位 无死角的去模仿 直到你滚瓜烂熟 如果你觉得这个标准不大好拿捏的话 你也可以加我微信 把你的朗读成果发给我听一听 我来告诉你 你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 那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